为什么纵横家能靠一张嘴就能纵横天下? 无往不利,奥秘就在于误透了鬼谷子御心术的六字真觉。 这是鬼谷子教给弟子们和后世的一套独特的思维模式。 为什么学这套思维? 其实很简单,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时,我们其实有很多选择,比如用儒家思维体系思考,法家思维体系思考,道家的思维体系思考,而鬼谷子之所以成为一个学派的鼻祖,就是因为它提出了一套纵横家的独特思维。 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,我们可以调出很多种思维体系思考,比如浪漫的人爱思维,比如严苛的法家思维,比如道家的无为思维。 诸子百家们的道其实是一样的,但是诸子百家们是从各自的思维体系中阐述,道是什么? 这并没有高下之分,并不代表严习儒家的这高上,严习道家就高深,严习纵横家就是下九流。 首先我们要摒弃这个固有思维,因为纵横学,法家,兵家和儒家一样,在先秦纳和开放的时代,同样是显学,很简单,那个时候的人是没有国的概念的。 所以魏国的张仪辉在秦国,魏国的乐意味在燕国,战国是一个高度自由的时代,我说的自由是,我为了能生活得更好而努力,这并不丢人。 二鬼谷的六字真诀与心术是什么?分别是,观,知,愁,达,见,守,翻译过来就,观察,知想,计算,通达,动见,守护,原文是,观阴阳之开合,以明命物,知存亡之门户,愁策万类之忠实,达人心之理,见变化之阵焉,而守思其门户。 这与儒家的学,问,思,变,行,有着一曲通工之命,代表一个思维的六个欲心步骤,观阴阳,这存亡,愁忠实,达人心,见变化,守门户。 举个例子,比如要销售产品,怎么办呢?现在讲究的行商,而不是做商,如果运气好的话,可能成交,但胜算太低了,生意并不能只靠运气。 那么首先要干什么?观察,第一招,观阴阳,看看商业环境形势的阴阳变化。 供需关系,是红海市场呢?还是蓝海市场呢?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产品呢?经济环境,社会形势等形势是阴是阳,观察整个阴阳形势变化,也是一种宏观判断。 第二招,知存亡,就是要知道商业市场成功失败的关键,否则一家企业可能瞬间倒闭,比如一些企业说倒闭就倒闭,在销售中,大家肯定会遇到这种情况,如何把产品销售出去才是关键,否则营销做得再好,话说的再漂亮有什么用? 必须要知道成功失败的关键矛盾,需要知道消费者为什么会掏钱买单的主要原因,是产品好,服务好,营销好,还是其他原因。 第三招,招愁忠实,计算和预测事物的规律,这就需要计算了。 其实就是算计,计算双方的实际情况,比如计算竞争对手或消费者的财力、物力、能力等多方面原因,最后其实是可以推导出对方是否会买单的,只有物的这种规矩才是计算的目的。 第四招,达人心,通晓对方的真实的心理状况,其实每一个销售成功都是一个攻心的过程,必须用了解对方的心理变化,才能说服一个人,完成销售。 第五招,见变化,洞察事情变化的痕迹,在鬼谷的第四篇底戏中,具体说了利用变化之阵的方法,一切销售形式其实都是在变化的,只有抓住变化的规律,才能说服一个人。 第六招,守门户,前面说要了解存亡的关键,其实前舞者的目的,都是为了守护存亡门户而服务的。 纵横家一定要能守住存亡,否则把握错了形式,抓错了关键,没有掌握规律,不了解人心,没把握变化的规律,就不能保证存亡。 一切的手段都是为了守护自己的门户,比如商人要守护生意的存亡,职场要守护住职场的存亡,每一个方法都决定生死存亡。 所以鬼谷的告诉我们的思维模式是,做任何事情,必须观察形式,抓住矛盾,计算情况,洞察人心,掌握规律,如此才能抓住事情成败的关键,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